Made Young Bar 是我愛你 在西班牙的發展 第一款豪華小新的兇的 OK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Suzuki的展區 然後我想大家會發現 在Suzuki今天的展區裡面 剛才我有問過了 現場大家所看到的車款 不論是我身後大家期待的這一款 Suzuki Swift Sport這個版本 還有所有其他的像XS4 還有Vitara 都是缺車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一款 其實是在9月份的時候 我在法蘭克福車展有看到 這一款Sport版本 當朱祺石回來的時候 我們有問過原廠說會不會進來台灣 那時候講是說不會 可是我覺得所有的消費者 所有的車迷真的是最大的 他們聽到了非常非常多消費者的聲音 決定真的在2018年會正式的引進Suzuki Sport的版本 而且是第四代的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這一款車 Suzuki Sport版本它是黑色的玻璃 看不到內裝是因為它還沒有訂裝 目前這款車是屬於歐歸的 所以我們看不到裡面 到時候正式的引進的時候 其實大家才能夠知道說到底配備了什麼 不過我們所知道的就是 Suzuki Sport它是一樣搭載了1.4的 剛內直噴的渦輪增壓引擎 Bootster Jet跟Vitara是一樣的 然後還有就是像它的所有套件 空地套件外觀其實會一樣 然後它是用自排的方式 還是手排的話 目前原廠他們是說 因為還沒有辦法去評估 大家到底是哪一個量會比較大 如果說手排量真的很大的話 他們社長說也不排除會引進 所以就要看大家喜歡 到底是要手排的啦還是自排的 但是在這邊呢 如果說你來Suzuki的這個展區的話呢 因為他們的所有車款 都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促銷 其實Suzuki在近幾年來 他們做了一個很大的變革 就是他們所有的車款 都是用進口的方式 特別的將價錢壓低 到一個合理的狀況 所以呢 既然價格已經很合理了 自然的話在車展就沒有什麼 太多的優惠 但是有一款叫Ignix 它有一個特飾版 大家不妨可以來看看 因為在特飾版的話 剛才我有聽到 就是原廠有告訴我們 有九樣的配備 其實也有一個蠻優惠的價格 不妨大家有空的時候 可以來好好看看 這一款眾所期待的性能小鋼砲 Suzuki的Swift Sport 是不是清醒了? 是真面目的是 也是真面目的 我們一定會的 也沒有 在那邊 還是真面目的 總是這化騎 最新的一個